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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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五十时间,这段影片相当兴奋 我觉得是要跟大家先讲讲的 OK,大新闻 Nikon出正片 帝国反击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昨天出了一段影片 报道Nikon 将在日本CV Plus 宣布新产品 不够24小时 Nikon 在另一个途径宣布新产品 这次不是一件新产品 而是一个新科技 Nikon 宣布 它们将会推出一个 一寸的感觉 像素1700万像素 可能会说,说笑什么 1700万像素一寸感觉 Sony 那些很早已经是2000万像素 拍4K 一早已经可以了 听真一点 这件一寸的1700万像素感觉 是可以拍到4K片 1000张照片 而且特点是一个超阔的动态范围 即是说这一寸是一个新科技的感觉 即是说以一寸感觉 这么高像素 1700万像素 记住,拍到1000张 1秒1000张照片 而且是一个超高动态范围的影像 Nikon 说 虽然Nikon 专注于做一个影像产品 例如相机 那类的东西 或者是镜头 但问题 它都不会错过放弃研发自己的感觉 所以终于Nikon 宣布 做了一件画时代的产品 第一件是一寸的 我觉得Nikon 是有心投入这个方向去做自家感觉 它们应该在未来 将会不停地在这方面投入 会继续做一些更加 它自家产品 它将会用自己的感觉 这方面我期待 大家其实深思透明 Nikon 相机 数码相机 近这十年 真的被Sensor捏住来走 就是要跟别人买Sensor 就是说 别人如果供应不到Sensor 给它的话 它的相机就搞不定 无论相机做得多正 AF系统做得多正 霸光做得多正 但没有Sensor 就没得搞 所以Nikon 就痛定思痛 应该是秘密联兵 投入了很多资源去做它的Sensor 接下来 这个Sensor 以目前科技来说 是一件最高的HDR 即是说 市面上 或者是目前科技 没有另外一件Sensor 做到Nikon 那么高的HDR 即是动态范囊 闻到离谱 而且它更加惊人地方 就说 它是拍到1000张 所以 它这件Sensor 将不会比一般相机用 它可以适合做 在一些工业上高的器材 那当它做到这个技术 它可以下放回相机用 如果大家没有记错 Nikon 在一寸Sensor上高 是一件很大的 过去一件很不开心的事情 即是滑铁路 原先Nikon 大概在2016年 它宣布推出了三部相机 一个很棒的DL系列 当时一次宣布三部相机 甚至我在CB Plus 看到这三部相机的实物 即是宣布推出了 然后 会在一两个月之后 就出货 结果是没有出货延期 这三部相机 就是DL18-50 DL24-85 如果当时能够出到这三部相机 将会是Sony的RX100系的敬敌 为什麽呢 因为似乎一寸Sensor 当时只有Sony的相机 玩了 没有其他相机的粉 Panasonic都有 但问题似乎Sony是独大 但假如Nikon 能够出的这三部DL系列 对Sony的RX100系列 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你可以看到 它是看着来打的 18-50mm镜头 这支是超棒的 我看中了 其实我和Nikon都忘了 这部相机 这部超棒的SnapShot相机 另外24-85 刚刚就能够吃正 RX100当时的系列的产品 另外就是DL24-500mm 又是旅行机 完全是跟Sony RX100和RX10 这个系列 形成了一个面对面的竞争 结果它拿不到Sensor 出不了货 结果就 起它之后宣布 未推出就停产 即是未曾推出就停产 这个真的是悲剧来的 可能因为这样 Nikon在16年的时候 痛还是思痛 就投入资源的话 秘密联兵 就做自己的Sensor 首先出了一个一寸Sensor 我不知道Nikon 会不会将这个Sensor 一寸Sensor技术 出到自家的一寸Sensor之后 就出回这三部DL相机 当然明日王化 现在要再出的话 当然重新设计过 但我们作为用家 其实也是很期待Nikon 能够用自己Sensor 出他的相机 好吧 这件新闻就是和Nikon粉丝 报道这个喜讯 如果你Nikon粉丝的话 你应该知道 假如Nikon能够自己 出自己的Sensor 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 好吗 是一件很重大喜讯 希望Nikon成功 喜欢Nikon相机 请点赞这段影片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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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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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